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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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阿姆叔 你看了吗 阿姆叔 我就惊人发现 这本书是住戒之多 只要看住戒之多 只要看住戒之多 真正大口眼界 感觉上 学术著作是注戒之多 这本书是大师 因为美国佬是英美 都是剑桥牛津出来的人 研究中国研究这么好 中国人不够他厉害 这本书是一斤两斤 他的成就很简单 人家是原著英文的 都译回中文给你看 一定不会输涉 又记得当年我在成大中文翻译系的时候 教我中文的人都是鬼佬 中文是鬼佬 教中文是鬼佬 但是他不懂写文的 但是人家有另外一个知识系统 这本书我过来也看过的 我就毫无保留地推介给大家 甚至这位默田出版社 他有两个版本 有一个大陆版的 作者本身也是相当有份量的 除了这本之外 另外一本我都可以推介给大家 就是他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家族 也是相当精彩的 我去过曹雪芹在南京 现在做的妙思林 他在那里职造厂 江宁职造厂 我为什么要看江宁职造厂呢 就是在网上上大学 听台湾大学的两个女教授 就讲这个 《红楼梦》呢 他就特别讲曹雪芹的工业 作临职造厂 我说到我也有兴趣看一间职造厂 当然现在改造了 改造了《红楼梦》 比职造厂 但是我也知道一件事 就是知道杜书琴的背景 背景很重要的 因为作者的背景 出身背景 来研究那本书 一般他就不是讲书那么多 因为和白先允说的那种说法不同 白先允说的那种说法不同 白先允说的那本书 我知道 那你有没有看一看那本书 没看一看 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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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讲一个学期 那是他的教堂 要将教堂的教堂 变成文字 如果大家有兴趣 本书本身 你未必看得那么熟 但是四大名著 不看就对自己不住 但是后面的故事 譬如说曹氏家族 整个法迹的历史 他被抄家 其实是一个相当伟大的故事 就算我自己不熟 那么起码一样东西 我都看高阳社的著作 《红楼母》本书是太有趣了 从几十个角度看得到 当然一样研究 网上也有很多演讲 很多人讲 大陆也有的 每个人的批评不同 现在 当然最好的分开两部分 就是讲作者的身份 另一个部分 就是研究本书的文学价值 研究文学价值 研究文学价值 白孙佑那里说 为什么觉得很好 他就不会讲 那些真诗 这个大家高明是Approach 如果是在文光的时候 大家知道 它叫做索人派 这个蔡元培就由于为之 胡锡又有写过 很多人都写过 毛泽东也有写过 所以记忆是有方法的 所以记忆有方法 也不是说成年人那种 你明白了一件事 而是说 你见到一个信息 你可以很快入路之后 就记得它 这个有一个特殊的方法 这本书有讲少少 是怎样做法的 我最难得他一件事 他本书特出讲这件事 他说李玛豆 为什么要讲记忆呢 在中国 他就说 由这样开始 就唤醒中国 最快的方法 来唤醒中国人 真的 不是的 因为当时 那些士大夫 你没有这种能力 他是不会理你 他能够去到北京 跟着留下 跟那些士大夫 交朋友 结友 本身他那个能力 就是 中国经典的能力 必定是受到 中国士大夫 赞赏才有这个 优待 至于记忆的方法 我提一提 这些朋友 或者问我的朋友 其实 你如果查网上 有所谓的 Memory Athlete 记忆运动员 因为每一年 就是一个比赛 斗技东西 斗技东西 就是 其中一个项目 就是 放了一束牌给你 你看完之后 你记在脑上 不是记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是记一些很无谓的东西 全部 我自己的事好 我试过记电话号 但是 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 我告诉你 就是 有一些很特殊的工种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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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他抄完牌子之后 他要记回这些东西 香港的警察 就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 在美国有些人会先做这些东西 简单来说 就是记忆是有方法的 好了 我们讲讲另外一个 都相当之重要的 就是 有些朋友 我也间接认识他的 陳丹青 或者说 有些朋友都认识他的 那 大家知道 他讲了一段 一段 一段 引起大家注意 然后 目的就不是讲一段 目的就是讲的人 因为现在 他为什么 我们要讲他呢 就是因为 网上 他的视频 可能有一百条 我想不止的 我想不止一百条视频 不知道的 总之 他成为一个大陆的网红 就是最红的人 特别是年轻人来说 影响很大 我认为 大家不妨 由他来认识一下中国 认识一下今天中国 那 他有一段说话 我也觉得 值得 读给大家听 首先 要讲一讲 就 提他 想讲个现象 虽然你说网红 但我觉得 另外一个更加值得提 就是 中国的公共子分子 嗯 这个是 我用这个idea来讲 看到很多 现在社会上 或者政治上 不公平的地方 在每一个社会 在每一个社会 公众自义分子的责任 就是社会的良心来的 嗯 但奈何呢 在中国经历了 这么多次政治运动之后 这些自义分子 死的就是死 走的就是走 整得下来 受到那种政治压力 很多时候都不敢出声 色直在互联网的年代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形成了很强烈的对照 因为理论上 互联网 其实就是现在世界上 如果比较自由的地方 就是言论 言论最尖端的地方 以我们为例 如果没有互联网 那我们这种 那么尖銳的声音 其实都出不了街 但是在中国 由这个互联网 那个審查 和封锁 就形成了 它这些公共知义分子 有名气 如果譬如说 用民国的 说法就叫明示 他们表达意见的时候 他们必定受到很大的压力 在这种条件之下 说出来 仍然能够传播到 那种是一种 很难可贵的现象 所以我们现在讲讲 就是陈丹青经常讲什么 他说 如果你销毁了美国陆卡 我就相信你们的外国是真的 如果你们把子女送到朝鲜 我就相信社会是优越的 如果你们公布了官员财产 我就相信你们的反复是真的 如果你们给全国人民每一张选票 不是自选官员 我就相信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如果你们那条也做不到 凭什么让我相信你们 老实说 这些言论 如果我们放在香港 或者其他地方 就很理所当然 也都没有什么惊奇 但是放在中国 那样东西你就不得不佩服 去写个人 就是给他讲个人的勇气 特别是最后的 如果你们给全国人民每一张选票 不是自选官员 我就相信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所以现在是在香港的所谓 所谓特首选举 那我们也没有票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你们看得那么兴奉 你们有没有看一看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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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了毒 我完全不看 因为我没有票 那我看一看 这些人 知道的 只有知字 只有知字 但是陈丹青 你要介绍一下她的背景是什么 她本来是一个画家 写实画家 她呢 她为什么画画这么重要呢 画西藏 就是这么简单 她出先画西藏 牽起西藏 一不是出先的 牽起一个风潮 跟着呢 小华 就做了评论员 教书 说一下 她又推广了木森 是一个作家的木森 推广一下 另外她也可能是 埋相好 说话清楚 变成一个网红 很难找她 不停地访问 有一两个的 譬如韓韓 韓韓 近日都比较难发表 她那个 她有本集资的嘛 都出了几期之后 都出不来 是吧 譬如说这些 所谓公共知己分子 在中国现在 那个生存的空间 越来越难 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其实都很多东西 相当值得评论 那你不说一些 真正是 会影响到自己的东西 说一些社会的一些 就是比较 她 她 她 不单身一个特别地方 她 因为她的背景 就是 她 纽约住了很多年 即她有点近 艾薇薇薇 那种 差不多 不同时代 她又 认识到台湾人 其他海外的华人 艾薇家 那她的观点 就特别一点 她又喜欢民国 讲一下民国 就讲到民国 这件事 因为她 她亲近台湾艾薇家 或者香港艾薇家 她知道 发生什么事 她不是 她不是偏迈在一边 即是 一个有趣的地方 即是变成 她 她说话 又 连接到民国 上一代的气氛 就变成 我觉得她 是 是 少有一个 我想 其实在中国 也不少这些人 只不过问题就是 大家永远付出这种 代价 去 艾薇薇薇 艾薇薇 她有一本事 她又等于外国 关系很好 变成她说话之后 她又不怕人移动她 你说又不怕 这个是相对 她 譬如说 真的要有些市场 她要么 就 出走 或者去其他地方 又或者 有一段时间不说话 即是不敢 即是不敢 如果你说 如果名气少些 拉了 接着你人间蒸发 没有声出 没有声出 譬如你艾薇薇 陈丹晶那些 可能不见了她 可能 有人不会问 有人会问 那在现在中环节 这个政府还有一点顾忌 一两个人出现 有几个反对派 你说客观的效果是怎样的呢 有可能政府觉得 有你一两个人出声都无所谓 反正你都做不到什么的 事实上有些文化人 出过国 去过外面 当然 有少数 但大部份出了国 回来 可能仲家座也未定 仲家座也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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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糟糕的,很多人都走,找夠就走,現在就是整個心態 講起高質素生活,我亦都要推薦大家看一些頻道,有一個頻道叫《一條》聽過嗎? 《一條》,我這次推了一個頻道,《一條》的頻道,大陸專門拍高質素生活的事情 他拍了台灣的一個地方,我推了出來放在網上,就是一個淡水的一個地方,喝茶的地方 大陸人拍的,大陸拍的,大家看那一條片,也看了其他的片,他就講一下大陸民宿 有些人就去雲南開一間酒店,去山邊開一間很闢的地方 那個《雙西版納》很多 《大理》、《西昌版納》,開一間酒店、民宿,他專門拍那些東西 我們頻道呢,就很喜歡講建築的東西,大家要留意一下 因為他走到很闢的地方,見到一些建築師,自己找個夠 自己躲起來,兩夫妻就自己交一間屋出來,他會拍這些東西 你說台灣有多少?台灣多的原因是因為他的農田,他慢慢不交 一來是,原來他很多人租很容易,他租建屋的,去鄉村租建屋 自己弄,弄到天花龍鳳,好像是比食館一樣可以的 還有整個成本低,然後,其實這件事很多人做了 英國、澳洲人做了,45歲退休 45歲退休 45歲退休是怎樣的 你一生人每天都做一件事,就煎隻雞蛋,就給客人吃雞蛋 做個麵包就搞定了 因為你B&B,FM,定一段要做一件事 就是煮個早餐給人家吃,就是你租房子給人家住 我就分享我的經驗給你,我去荷蘭時阿姆士丹,我住這種 他不是想像是一個很偏僻的地方,他不是的,他就是市區 有的,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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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的 我住的房子,他在外面有一個廚房,就是跟他的夥伴 他是英國人,他又來過香港住的,就是在匯豐做的 他現在就在阿姆士丹,開了一間B&B 不過他就沒有煮早餐給我吃 通常有的,通常有的,通常有的 我告訴你,他就不像是滿宋國人那麼開心的 我解釋給大家聽為什麼 我就說,你這樣挺好的 譬如說有了客人來,你就可以走出去玩 他是不行的,為什麼呢 他一定要,就是如果有人來處,他一定要在那裡 因為免得那些人在那裡吸毒 哦,某些地方是這樣,某些地方是這樣 好大劑,我看他出不到街,他真的出街都拿不回來 他很害怕 那你澳洲或者英國,就不會 因為英國就... 什麼不會啊,你真是滿宋 我知道,但英國有傳統的B&B 有有有,但是人家都要在那裡做的 因為為什麼呢,你很多,譬如涉及到家務,你要洗廁所 你要在那裡打掃 我另外再講講台灣的特點 台灣做B&B,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搞浴室 為什麼呢,因為現在年輕人呢,年輕人呢,就是出外去旅遊呢 其實就是要打掃 打掃之前呢,就是浴室,洗澡 所以變成浴室很正的,因為台灣有去最闢的地方 如果他做B&B,他就要設計這間浴室很正的 這個我覺得理所當然 你不要說剛才你投資是浴室的 你投資是浴室的 你投資是浴室的 那現在的人對那個衛生的要求高很多的 不像我們以前小時候的 那時候的浴室呢 通常就是開放的浴室 空間很大,這是最起碼的要求來的 所以你要拆很多東西 就是你要設計的時候 因為始終不同意,說農村那個 但是你說的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民族都很正的 日本的另一件事就是日本真的住宿 日本是便宜住宿 有一件事很重要 你以台灣這種民宿呢 它價錢不便宜的 甚至貴一間酒店 你千萬不要互惠民宿 日本的意思,日本民宿的意思 就是比酒店便宜的民宿 台灣不是的 因為台灣轉變了另一件事 民宿變成一種personal的住所 personal 特意為你設計的 不可以人設計的 特別為年輕人設計的 那日本民宿就真的給老人家 或者沒有便宜啊 都不是的 你現在很多日本旅行都住民宿的 那些是沒有錢消費的 那些民宿 那些民宿 全世界的民宿 我們如果有機會的話 都應該去做一個總結 去看他們的 因為很多地方又不同 在大陸民宿 西� atabilly 那些就是為了大自然 那些便貴到兵棄 還有,譬如貴南也有 全中國都有 用來看地區 那些就是為了大自然 那些貴到兵棄 就是因為 你要一個最繃的地方 最重要的地方 去維持一家屋 成本比市區維持的10倍 10倍 譬如說那個地方什麼都沒有 你怎樣維持高質素的生活 你的成本就貴了在市區10倍 沒有東西都是啦 要在外面混合來的 Anyway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一條頻道 另外一個我們也有講的就是 香港有位行為藝術家 叫做郭敏鎔 我最近看了他的作品 真的很impact 叫做鐵柱磨成針 他已經開始了幾年了 他做下去 他買了一條鐵柱 一個人那麼高的 他就說我要 即是真是磨 出來撤柱 沒有人磨 磨到真為止 預備做一輩子 即是這個行為藝術是做一輩子的 做到他不做為止 每天都在他做 那誰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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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這件事他不是 他一個idea 他展覽那件事 他不需要在你面前做的 即是行為藝術家 就是一個statement 我講你做一件事 我做一個statement給你 我想一個statement 我們做 那他就 展覽他所做的事 他不需要延長表演給你 他不需要延長表演給你 我看過idea非常棒 大家有機會 一定將來會有機會看到他 因為他會一邊一邊做下去 即是他 在哪裡做 他今次在一個 中環一個話囊 在中環來的 就是南風基金廠 就是一個沙廠 那個基金會的畫囊 在他那裡展覽 那他展這個作品 我看到我就很impact 我先講給大家聽 那個行為術 就是不是做在那邊做的 他要列這些 講的東西給我 我做這件事 就告訴我做這件事 那這個就是展覽來的 他的意義不是看他的展覽 而是看他的展覽背後的 那個idea 我來buy那個idea 就是這個人預備做 鐵喘磨情針的idea 我當然impact了 鐵喘磨情針的idea 他又找到資料出來 原來鐵喘磨情針的故事 是真人真事來的 關於李伯的 我們小時候小學課本這樣說 看到他見到一個婆婆 他看到他磨 他就說 鐵喘磨 你怎麼磨 他做什麼 鐵喘磨成針 那個故事的教訓就是 我們做事要去行衫 這個就是小學課本 我小學看的時候 已經不相信了 他找到原文那段 找到原文那段 但這應該是傳說來的 這個應該是 那又不是傳說 有真人在 李伯在那裏 我知道 那個也是傳說來的 我就不相信有這件事 總之我不要理會 他找到這個典故 他說這件事 他說我可以做這件事 鐵喘磨情針 他在英國一次演戲 他在英國展覽 巡迴的 他最早的idea 就在英國開始 他在表演那次 買屋柱 放在地上 他當著屋柱 看了一天 站在那裏 拍影片 拍到一整天 他思考這個問題 他思考到 終於我要做了 要在這裏做下去 一直做下去 意思是 我們行衫術就是idea idea 他會一直做下去 就看到他做幾次庭為止 好 阿美之外 其實這些類似的行為 在香港成不成行 不多 大陸就多 大陸多 大陸 為什麼是行為術術 是行為術術 有時候 你畫畫 或者做行為術品 表達不到 你要用一個行為 做一個動作出來 譬如說 我畫畫反對 香港住屋很困難 住屋很困難 所有人 ص 租不到樓 所以他的行為就無法 housekeeping 他真的 在全世界 裝病 全世界走 翻.* 美國公司 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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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累積自己的表演 他在展覽當日的表演那張圖 或者那件事 他意思是換起大家留意 就是窩居那件事 我人類似窩居 他的窩居全世界做一次 在阿姆斯特丹 又做一次 勞敦又做一次 在香港做一次 北京做一次 成海做一次 或者任何地方做一次 紐約做一次 你就知道他真的是窩居 我不用看他 我也知道他是窩居 但你表演到你是窩居的想法 我就拜托你的想法 你真是搞窩居 畫不出來 你為何畫窩居出來 只是畫一張而已 但我的動作 我是不停在全世界這樣做 做一個窩居動作去看 那我就成立 那些就是行為衛術 我們結尾就介紹 除了剛才我們說的 在中國的行為藝術 現在在世界上有一個很著名的 旅行為藝術家 叫Marina Abomovich 我也記得 她所在紐約的 現代藝術博物館裏 七百五十個小時 已經有專門報道 這是全世界首席的旅行為藝術家 他的statement是什麼呢 他的statement是什麼呢 他的statement很簡單 他就要告訴大家 就是 他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他的資料 你在維基的包庫裡面 就會看到 他就 做了三十年 他現在稱之為 行為藝術的 grandmother 的祖母 他現在就 有一個表演 就是坐定了在這裏 就 很長時間 至於說 剛才 悶叔講過 就是 那個 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什麼 那個statement是什麼 我現在都在看著 那個 結論 我們下禮拜告訴大家 哈哈 我們 我們的評論 那個華規則 就是用statement來評論的 即後面那個意念 就不是純粹說 那個 他的行為坐在那裏 他有什麼目的是什麼 他有什麼目的是什麼 我另外一個要講講 我們的行為術 就是 麥當娜 他現在做了一個 key opinion leader 一定要做 因為你要做一個歌星 你做一個歌星 影響不了別人 他一定要做一個領袖 那這個就變成了 做回公共自己分子的角色 以前 例如 Bob Dylan John Lennon 他要做評論的 他又要做這件事 我們很有趣 我們講了很多次 1936年的奧運會 其實麥當娜做的事情 都是這件事 那些影響 那些美作 都是這份納粹的美學 好 剛才有換宗問的問題 有一個有趣的龐白告訴大家 那些人 就去看那些人 就是跟他坐在那裏 那些觀眾 可以坐在面對面 對著他 那有人就懷疑 他坐在那裏 5個小時 他帶資料片 因為他沒有去過廁所 OK 那些答案 我都要 一時間三時間問 我都下個星期 跟大家交代一下 也不是有附這個節目的公子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